姐姐 嗨 快點褲子哦 啥子褲子 褲子 哎呀我聽聽她褲子 我說啥子褲子 考驗她年紀說得太順便 我自己在家裡炸了 應該在家裡炸的好吃的 剛好今天買的多 你可以種兩個口味 想吃的可以吃 可以 真的她這人帶酒很遠來了 都心有內心嘛 這樣子 我這晚上打算吃腿的 還不你還是拿點出來弄香果腿 和你啊 啊 我這還弄香果腿放腿進去 你又沒吃的 乾脆豬根那個腿不好吃 乾脆炸麻辣腿才好吃 這這就是塔坡鐵蟹 無米醋 得了全部費工費 那這弄餅糕 喂小嫂 誒 看看這三道巨物吧 今天早上真的在這高子就找一圈嗎 說不定還要找了一行來燉個湯 這三道巨物吧真的她就吃不完了 有大個帥是誰 那童童一哈吃 吃個營養子 大了 多放點醬姐 好 來吃醬了 滿足你 有一點醬坑了 看 陳皮 來點糖 鹽巴 花椒 這啥子 酒 這是花椒酒 嗯 有種子把它和來麻去就是了 麻辣味來再炸 炸麻辣好麻辣好吃的 還好 對於我來說還好哈 感覺上哪一樣都不好吃的 對呀 對呀 對於族的來人來說的話都很簡單 看你族不來了你都覺得很麻煩 像這種蒸過了香料就要把它吹一破 那才更出味 像這些香料都是蓋上比較常見的一些哈 小嫂拉鬼皮啊 好果啊 好果水 他人家過幼的時候才不得把它炸死 他把蔥薑下下去 香料 再把这个香料捞出来 再准备下腿 再等它炸起 要把这个腿的水分炸干 现在差不多要跟不下 里面那个粉锅 这个是铺海角的一锅 把它串起来 串着油 这个油来的肉香的 再下海角 看着海角在这头 用这个油炸发的 轻壳也好 像这个海角就很香 再下点海角面 芝麻 蒜 先出锅 先出锅 先把它尝出来再喝了 这天退火都够不已 所有人都不敢再过头加料了 再加料了海角的腹 拿出来加 尾筋 这我这家是一样的 花椒面 这人吃的就是要有多滴点 它跑一晚上 第二天吃才更香 这把这五香的弄去 芝麻 还有点香料粉 再蒜加进去 鸡筋 这五香的鸡 稍微简单点 等前面炸的时候 都是一起炸的 这吃不太辣了 小朋友都可以吃这个 你把这菜拿出去 拿出去 我弄起菜就吃完了 然后再 腰两盆出来吃一 哈 全是全是 全是对儿 哦 这个 麻辣能吃的 鸡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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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五香 你看这个鸡筋 有很多种吃饭 哈 嗯 看看把他们 在那里喜欢吃饭 那鸡筋 这些最喜欢 这边两个吃的差不多 那鸡筋 那鸡筋 多脆 多鸡筋 然后这点 还行 超鸡筋 就跟鸡筋 就跟鸡筋差不多 鸡筋 拿着鸡筋 鸡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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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新鸡筋 这个辣椒 就是倒酒 那天那天说差不来 我留点海角钱 还有那点海角在这里 不来啊 这下木了那里就老给你拿 吃不到辣椒 可以吃到下面 吃辣了就吃这些 妈妈上个人也喜欢吃二次 你还有冰箱筋 冰箱筋 好 嗯 吃鸡筋 配菜要整住 海角要整口 吃鸡筋 不流汗水 没了问 吃鸡筋 吃鸡筋 帮你吃鸡筋 吃鸡筋 妈妈你吃鸡筋 吃鸡筋 鸡筋 大家好 我是翔筋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故事 我从小呢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 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很苦 因为屋头的条件不是很好嘛 所以交不起学费 我读书呢 就只是读到了小学四年级 从小呢 就在家里面干浓草 啥子哭都能吃 然后十多岁过后呢 我就开始外出打工 补铁家用了 做个保姆 帮人带个玩儿 也做个帮助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 就跟着姐姐一起到个西安 跟着姐姐在制衣厂里面做铺工 西安这个地方呢 是我去过最远的一个地方 后来通过家里面的亲戚 跟我介绍相亲对象 认识了保姆的村 结婚之后呢 有了保小松 从那个时候起 我便当上了全职的家庭主妇 每天就是带玩儿 煮饭 养猪 种地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那个时候 我们的收入的 根本的自作性的 是2018年的时候 美副从广东回来了 他就和我跟他一起拍视频 然后分享做菜 一开始呢 我也不敢露面 我想 我自己长得也不漂亮 也不突出 哪里会有人喜欢我呢 然后第一次拍视频的时候 内心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紧张到啊 就是把糖当成烟的房子 再到后来呢 就是保女村每天买肉回来 她就回到厨房头来跟我一起聊天 一起拍视频 这才患者了我的紧张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会有这么多的朋友 喜欢看我们的生活日常 看我做饭 再到这个2023年呢 我们拍短视频 已经也有五年了 非常感谢 这个伟大的时代 然后从一个农村家庭妇女 到现在 可以拥有这么多喜欢 我的朋友 还收获了属于自信的事业 从此我也找到了 人生的自信 开心的是 三年以来 收获了这么多喜欢 书中陶子的粉丝朋友 幸福的是 从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祝福 到现在可以靠自信 去帮助更多的老乡销售农产品 一路走来 要说现在心里面有啥子感受 就是沉淀点的 觉得自己接受的责任 变得越来越重了 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自信 还要为了身后 两百位同事的家庭负责 更不能辜负粉丝朋友们的信任 过去五年的视频 以我们这个小家庭生活为主 未来的视频 我想拍一些 融风大家庭的生活 工厂的故事 基地的故事 给朋友们呈现可视化的共亿念 通过短视频的方式 让朋友们更了解 你所喜欢的我们 我会坚持初心 也会努力加油 不辜负你们的信任和喜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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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